鱸鍋裡冒著熱煙不斷飄出香氣 大塊肥滋滋的礦肉 滷到皮QRENO 油油亮亮 每一碗再淋上一匙滷汁 讓人食慾大開 位在台中的知名滷肉店 離海滷肉飯台中原子店 傳出要歇業了 客人一口接著一口香噴噴的米飯 加上入味的滷肉 不過以後可能再也吃不到這個滋味了 就滿可惜的啊 就是這都是回憶的味道 跟阿公的回憶這樣 這是台中的記憶吧 台中的回憶 爸爸媽媽他們都有來過 老闆娘表示 從自己是一名女孩 就開始在店裡幫忙 做到現在是一名阿嬤了 已經有50年之久 現在配合毒根改建 離海滷肉飯台中原子店 在六月底要停止營業 老闆娘也70歲了 藉此剛好要退休 去國仔 去國仔我們都沒到 我們也很不敢 那沒想到我們還會找不到 因為我年紀有了 沒辦法再做 50名 這個做阿嬤 要把他離開 這個人家都不敢 這一次很不敢 不敢 怎麼沒有就不敢 很不敢 等於問題他就不敢 民眾聽聞歇業後 紛紛感到不捨 飄向了50年的滷肉香味 江城絕響 陳秀成 秉豪 林沛玄 台中採訪報導 到 到